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证据拿出来 我是出手 我代会员赚到了 这个叫操盘 不是解盘 你今天来解释原相为什么创新高 没有用嘛 你解释华琴为什么长得接近四成 没效嘛 没贪到钱啊 那怎么样才能赚到大波段 我一直跟大家谈到的嘛 你要低买你才有机会做教嘛 你才有机会赚波段对不对 不要老是欺骗人财教啊 忘记你才有人更叫嘛 过年前 我说我手中持股 全部赚钱 会员都在看啦 过年前股市大涨 我相信很多投资人也赚钱 但是过年后呢 往下跌了一千点 我说高手才浮现嘛 包括今天原相 创新高 我是不是先讲 我昨天花很多时间讲原相 基本面成长 筹码 锁丹嘛 那自然就往上走 重点是操作策略的问题嘛 你要多求嘛 你不可以跟我们交求嘛 华琴在这里买 大盘跌一千点 他年转呢 年转去六天创新高嘛 四千三十九八 为什么大盘涨到这里了 一月份 你买进股票还是可以赚钱 这就操作策略问题啊 重点在这里嘛 不是今天涨了股票 你就喊 原相今天很多人讲啦 一定的啦 那昨天跌的时候 上个月跌的时候 11月在低档的时候 有谁讲原相 重点是选股绩效嘛 现在大盘来到这里 反弹到这里 很多人很急啊 这几天呢 起起来都没贪到钱 重点是你的选股绩效嘛 那你要出手才是持股嘛 那这个都是我持股绩效啊 那下一档我希望你跟上啊 那这里到底是多头还是空头 美国股市一路涨啊 我昨天是不是跟大家谈 昨天拉斯大尔就创新高了嘛 那昨天上证指数呢 连三红今天继续涨啊 所以这里还是资金行情嘛 重点呢 重点也是股票嘛 你怎么算 转化成你的持股啊 那另外有点要注意 我提醒大家 季线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季线是向上的哦 这个很重要 季线通常呢 这是连线 通常大家讲什么 它是生命线 那如果季线下弯 就比较危险 但目前来讲呢 这小细节哦 季线扣底 这个地方 比这个地方高 它是向上的哦 11月一直都在低档 所以未来这个月 如果一直维持在这个地方 那季线一样一直向上哦 那就是什么样 那就是多头嘛 那不管怎么样呢 多头你也没赚到钱啊 林世宏 那你觉得台股涨很多 我给大家看一下 韩股涨更多 再来它就会创新高了嘛 对不对 那那斯大昨天呢 就已经创新高了 这大麻季线嘛 所以我说重点呢 一股票 那台子的部分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拜杀嘛 这拜喜 我早上花很多时间谈哦 他今天呢 大涨啊 今天赏户呢 小台子 放空 放空 五千多口 那为什么大涨 因为赏户偏空 法人偏多嘛 那我昨天跟大家谈到 法人在这里偏多 尤其在这里 外资 是回补 卖权 一路往上走 对不对 做台子的老师 电视上每一个人都大赚 不可能啦 法人在赚 这里一大堆商户套牢啊 你要仔细去分辩 有一些老师浑水摸鱼 就跟股票一样嘛 原相今天创新高了 每一个人都在讲 我们来看原相这一档股票 我们再回归一下 这李伟执杀嘛 华琴 年三红 到今天年六红了 这原相嘛 在这 今天创新高了 这大盘 这2月4号 2月5号 那今天呢 今天华琴年六红嘛 我说要把证据拿出来 那目前来讲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从昨天来讲 昨天我跟大家谈什么 这2月7号嘛 年五红对不对 我说法人 在这五天春节之后 持续加码 越买越多 越买越多嘛 所以今天往上涨 我一点都不意外啊 我一点都不意外 那如果有人来抬教 我都欢迎 我们在这里买嘛 成本78 我会这样看嘛 我对会员的承诺是什么 想尽办法 让会员做教嘛 而且呢 我不追高 第一位接买进 这样是不是做教 几千万 探三百万嘛 这昨天啊 外资买这么多 法人买这么多还在加码 今天涨上去 我一点都不意外嘛 那六红对不对 39%嘛 原因像今天 又创新高了 接近涨停 从这里 45%嘛 它为什么涨 第一个 我讲很多遍哦 上个月也在讲 无限蓝牙 第二个呢 影像感测器 CIS缺货 第三个 它又是任天狼概念股 那为什么法人要锁单 因为锁单 所以呢 才会大涨 接近五成嘛 那一月的时候 这里大盘跌一千点 它有没有跌 它还是维持 方向向上嘛 每一次拉回 都是一个买点啊 那最近呢 就是这几天嘛 这里115到120的成本 今天多少 百姓嘛 去算啊 要没有45% 华勤78 今天109 减下来 除下来 39%嘛 大福成长 在这里买 华人台教嘛 我们再看一下呢 39% 那有没有继续加码 继续加码啊 所以自己股票 要去到 我不能讲啊 我常常讲 我在解盘啊 带进要带出 对不对 但目标价呢 目标价在哪里 目标价到了时候 我就会带会员出场嘛 那这一档股票呢 网上不止20%呢 已经适成了嘛 我赢我赚了一倍啦 目标价在哪里 法人筹码松动 我就会跟着出场 那法人继续锁单 法人在这里继续锁单 我就继续报嘛 那这中间 有人要来台教 我都很欢迎 但是我不是告诉你 你要进来 追价 我希望你跟着我布局 下一档股票嘛 你跟他还在加码 你再看一看原相 现在来到这里 对不对 我当初在这个地方买的 它是一路涨 是符合预期 你在这里买 是不是一路涨嘛 那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来了以后 你就要注意什么 注意法人筹码 法人筹码没有松动 你就继续报嘛 这样叫波段对不对 你叫波段嘛 探45% 就要探5千了嘛 这6天 连刷去1天2天3天4天5天6天 你看一看你的股票 是不是连续跌 那为什么法人加码 这39%嘛 你说这有没有 我说一定要拿出证据出来嘛 持股多少 1 2 持股三档哦 这里面有两档哦 原相成本120哦 赚多少 45% 成本78 赚39% 这一股票在成本附近 涨上来了 我会公布三档股票 两档大赚波段 所以我说呢 大盘在跌的时候 你才看得出来谁是高手 谁在罗勇 再看一遍 这里买 这样叫波段对不对 这个叫波段嘛 没有追价 没有追价 三档里面 两档赚了波段 一档呢 在成本附近整理 那我说这个地方呢 操作上呢 你需要的是一个真正赚钱的老师 大盘一涨上来 大家又讲的天花乱坠 你能看得出谁是真正赚钱的吗 安全最重要嘛 不是看到哪让股票涨了就去追 原下每一个人都有 但在低档买呢 是谁带会员在低档买 真正赚到 我想呢 证据会说话 证据会说话都在这个地方 把握机会操作不顺利的 你把电话拨通 下一段我们讲台子期 休息一下 运达头部 好看 弄得这啦 即日起身装运达头部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头部APP 货店0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 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头部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创意比赛 竟在运通 欢迎回到现场 这昨天 大盘的60分钟K线 很明显的 它是一个底部形态 那比较大的压力 在这个缺口附近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拜杀 这里底部已经形成了 对不对 这里一个缺口 这里一个缺口 挑战11800 今天大戏 今天大戏 那是不是会来到11800 今天是到1171 那11800在哪里 就这个缺口 这缺口压力蛮大的 那会不会往上走 那你要去注意 这里面有几个关键 我昨天就跟大家谈到过 第一个 它是法人筹码问题 还有外资 外资在这个地方 它把卖权回补了 代表这里翻多 这里为什么翻多 因为上证指数 因为大陆股市 开盘以后 危机解除 开低走高 之前外资在这个地方 它有做避险 它有做避险 哪里看得出来 它外资怎么样 现货卖177亿 卖170 可是这一天 它变成买超了 所以这一天来讲 外资已经翻过来了 包括台子旗 这一天也买了1600口 现货买了12亿 那这里在大幅的卖超 这里它转过来了 为什么 因为大陆股市 开低走高 那这一天 它不止转过来 它又把卖权回补了 把这个地方 避险的回补了 回补了以后 它的成本 就在这附近 对不对 昨天震荡 那昨天 小台子赏户又在换空 所以今天大涨 今天大战 小台子有没有换空 还在换空 今天小台子 又换空了5300口 偏空 那今天外资是偏多的 这大台买了大概2000口 买了52亿 所以这一波上来 我说筹码 最重要是什么 法人的筹码 赏户不要跟法人对坐 那如果赏户偏空 法人它一定会 大幅的搁空 那这一天下来 这一路往上走 对不对 好像每个解盘的 台子老师都赚钱 那不可怜 那不可能 你看赏户指标 这里一路都赔钱嘛 到底谁在收谎 你自己去看 你要从这里去分析 分析什么 分析法人筹码 分析国际股市 你要用对方法 你要用对方法 我说最简单的 第一步呢 你先看形态嘛 这一个底部形态出来了 对不对 那第二个看筹码 第三个看技术面 那目前形态很简单的 还是偏多嘛 好像八条梯 一站一站起 对不对 但是接下来就要看这个位置嘛 这个位置能不能突破 那你要看赏户 有没有继续换空啊 赏户如果继续换空 就有可能继续搁空嘛 所以我说呢 随时操作 那操作不理想的呢 我现在把电话拨通 跟着我做 该出手我就出手嘛 一分钟这样看懂了 大盘怎么走 这是台子的部分 那台子我相信很多人 损失惨重了 不像表面上的 那么风光 那我们再看一下 个股的部分 今天来到这里 对不对 如果它能一直 维持在这一个位置 那这里是压力哦 突破了 那季线扣在这个位置 那这里就变成一个什么 偏多的架构 它就不一定是盘整哦 那不管怎么样呢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双股票嘛 花勤创新高啦 原项创新高啦 环球金也创新高 拉回整理对不对 那一档一档股票创新高 这个都持股绩效哦 不是悬股哦 不是解盘哦 我讲的是操盘哦 就你有出手 有赚到哦 这叫证据嘛 我说我想尽办法 让慧云做教 对不对 那这几天呢 是不是一路往上走 连续讲六天了 39% 我如果没有探39% 我不敢写这一个赚字啦 你看有几个老师写 这不能乱写的嘛 原项今天创新高 对不对 这样有没有49% 打过机会呢 操作不顺利了 把电话拨通 休息一下 运达头部 好看 弄在家啦 即日起升庄 运达投顾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也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投顾APP 货店0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罗解您 关心的是竞争力 变大运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现在正YouTube 运达投财经台 不关系 自己安排在一起 欢迎回到欠赏 大盘今天又持续地往上走 台子被掛空的怎么办 会不会再继续涨 那你要看得懂法人筹码 法人在今天 有没有松动 有节目前看了资料 法人筹码并没有松动 一天看一天 那明天挑战缺口未知 操作不顺利的 你看得懂筹码 你操作上 你就会安全很多 那接下来 我们讲到个股 这昨天 这今天 连刷去六天 一张都没卖 我相信 我相信 如果你成本跟我一样 你可能赚了一成就跑掉了 为什么我们继续报 因为我了解这一档股票的基本面 我了解法人的筹码 法人到昨天 他还在加码 那这种股票 你为什么要卖 我说目标价最重要 同样你在这里买 你可能赚了一成就跑掉了 我现在划情这一档股票 赚了39% 原项我赚了45% 重点是怎么卖 那目标价 我们只会对会员 代进代出 那我希望 我讲这些操作的实力 赚钱的实际例子 不是叫你说 去帮我追价 帮我抬轿 划情 原项 不是这个意思 我希望你跟着我下一档股票 跟着一档下一档股票 红低买 做轿 赚波段 这才有意思嘛 去年一整年 平均每一位股民赔了70万 股年你才有赚到钱 那今年1月一开始又来了 很多人可能赔了100万 我收你多少会会 有没有价值你自己去算嘛 低买 你才有机会坐轿 把赚的 把赔的赚回来嘛 这昨天 华琴 华人还在家嘛 那想当然了 今天一定继续涨嘛 你今天开盘去买 你小赚我没有意见 但是你要知道 哪里去卖嘛 至少我现在已经赚39% 今天原项 差一点涨停了 今天去百几点 你到底有没有赚钱 满天都金条 要抓没半条 成长股 加上筹码锁定 你才能有办法规避风险 对不对 1月大盘 跌1000多点 45% 华琴39% 这两个特色在哪里 低档买 成长股 法人锁单 会员做教 就很简单几句话嘛 低档买 成长股 法人锁单 会员做教嘛 从去年到今年 这是我们获利的方程式 对不对 我说我会想尽办法 想尽办法 让法人台教 让会员做教 对不对 我出手了 会员在低档买了 赚到了 我是真正的操盘 不是在解盘 解释今天华琴为什么大涨 解释原项为什么创新高 没有用 会员没赚到 大盘没有重挫之前 在去年 每一个人都赚钱 好像 那大盘一跌下来 历史的教训 要不要记住 你要从基本面去选股票嘛 低档去买 你才有机会做教啊 把证据拿出来 我希望你要认同我的操作理念 然后目标来了 该卖 我会带你卖 你像华琴这里 我们一张都没卖 涨多少 涨了39%嘛 那这样一档一档操作 对不对 我们刚刚讲到过 类似这一类的股票 低档买你才有机会 把它转回来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到 像这些股票 都是一档一档 从低档去买嘛 你看这原项 这是11月 这多少 一百十五 一百二仗嘛 把握机会呢 把电话拨通 类似华琴 类似原项的 你需要的是一个 真正带你赚钱的老师 低档布局 类似这一类的股票 把电话拨通 我带你布局 谢谢大家 本服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 运达投资人应独立则 即日起身装运达投资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民事为您 及时解盘 也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投资人应独立则 181 0909